一年一百萬 兩百萬左右 哪個一兩億啊 中個大樂透啊 金錢買得到快樂嗎 美國普渡大學研究發現 年收入在176萬元到220萬元間 能維持心靈上的幸福感 而年薪若來到9.5萬美元 約清台幣279萬元的人 能達到快樂的最大值 以那個経費環境來看的話 這個薪資是有點高 在企業方面必須還是能夠 要給予一定的薪資的水平 因為這件事情是一定相對的 會呼應在員工在投入的程度上面 而各國最快樂年薪指標也不相同 澳洲以及紐西蘭要賺到366萬台幣 中東及北非則是336萬 而東亞則要賺到321萬元才快樂 而拉丁美洲只要年賺破百 就快樂無比 不過一段超過這個最大值 幸福感就會開始降低 一個人生活當中 不是組成成分只有金錢 如果你越是向往金錢的話 其實你會損失越來越多的東西 賺了非常非常多錢之後 基本上你的比較底層的一些目標 其實都已經達到了 那其實你剩下的就是最難的自我實踐 年收279萬 對上班族來說也許太高標 還好台灣也有小學信 人力銀行最新調查 今年有71%的服務業 要幫員工加薪 平均每個月加1511元 牛奶倒入咖啡 拉出漂亮圖形 34歲的余蓁 本來是科技公司資訊管理部門 5年前離職轉站服務業 如今已經掌管兩家咖啡店 當初我是想要創業當老闆的 結合的餐飲業 那我可以就是使用雲端的部分 不過從去年服務業薪資來看 超過五成落在26000到3萬元 整體平均只有32,278元 距離上班族期望的39000 還有一段距離 東三殘新聞 麗麗黃富翔 台北報導 東三殘新聞